原本计划在基隆市中山区外木山填海造路新建第四天然气LNG接收站 近来却传出台电计划要东移到基隆港港嘴附近 面对外界各项质疑 基隆市政府提出五大要求审查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关于我们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环品案 那本府的五大要求 包含要求采用最严谨的程序与标准来进行本案的环品审查 二要求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以充分讨论 三要求台电要与地方民意代表及地方民众充分沟通 第四要求保障外木山渔民的生计 第五要求保障基隆港的航运安全 不过市议员们除了忧心所谓四街 会破坏外木山珊瑚礁和鱼类生态之外 现在也担心LNG船会影响到各类商用船只 进出基隆港 离谱到极点 我再回过头来说 我们都知道珊瑚在全世界海洋的覆盖面积 只有千分之三 但是却孕育了25%的生物 现在我们在陈博会里面 你会看到市长非常骄傲的说 在东岸在朝静 我们珊瑚富裕到多么成功 但西岸呢 这个是典型的在东岸搞富裕 在西岸搞破坏 你们可以同意 左手放声 右手杀声 这是典型的伪善 现在要改在哪里出口呢 改在航运界所间的港嘴的出口 刚靠 因为我们东北季风墙 你要作业的时候 不能超过三公尺 三公尺在那边摇摇晃晃 很难去接 所以被拆到了 现在又准备要改在港嘴 航运界所间的港嘴在那边 吃座 所以在这边 市长啊 我知道你乖乖牌 因为啊 你只好配合中央 没有任何 反映我们地方上的意见 所有接收站 从一阶高雄 到二阶台中 到现在三阶 要盖在藻礁上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三个接收站 没有一个接收站 会盖在人家的港的港嘴 台中跟高雄的航道 从进来的时候 就比基隆宽 然后我们却要让台电 直接把接收站 盖在我们的港嘴 阻碍航道 然后被迫让其他商船 因为LNG船的进出 而影响到他们的进出跟时间 然后拖浪成本 难道我们真的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把三五郊整个灭掉 要么把基隆港灭掉 更何况 我们好不容易有了 所谓的游轮母港的时候 你这么一座的话 包括观光邮轮 有旅游货柜 杂货 散货等等 至少要去掉一半 因为我们要离让 离让LNG船 对不对 LNG船 就是把 我们的液态天然气 运到这个接收站来 你以为LNG不会发生事情 就最近的事情 各位Google一下 德州 LNG厂 LNG接收站 气爆案 我想大家都不反对用电 但是因为你这个司座 认为你这个世界有问题 会破坏海洋生态 破坏移民的这个生计 更破坏我们基隆港的因应 因为北海岸的鱼都是吃 这个这个胶 胶石的这个这个食物 所以他们 最不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 这个这个不好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政府 应该要好好的在做 深思熟虑 今天不趁这个机会 把他站出来讲说 这个事情的确发生过 十年前交通部 拒绝我们LNG的转运码头 不是直接住进来 在我们自己的发电厂 十年前转运码头LNG 所以交通部拒绝了 十年后在七隆的外幕山 我们要把LNG发电厂放在七隆 那我会觉得我会良心不安 假设这LNG 这个台电他们应该在这边 设置这个天然气除了啥 我们的海岸线 到底还有没有存在 它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景象 那会带我们 我们基隆的一个观光 会造成什么一个未来的 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 我们应该来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到底这个泄绿码 世界放在这里好不好 也有议员认为要支持专业专家审查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计划 兼顾生态保育 用电发展 以及居民健康 我本身 没想到我要来改造 专业发电厂 要来改造天然气 这是可以减少空气 有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 要怎么来做 那他们通来行 我们可以站在感动的力量 叫他们尽量如何改进 影响到我们的海底 的环境可以检查到专业 只要把你反对 就是把它换到别的地方去 什么东西垃圾不落地 垃圾在收垃圾 垃圾的地方都不要放在我家 我家蒙古一样 大家如果都这样想 都不要电 电机架 缺电电机架 没想天然还是空气污涼 我们的经济缺电 所以外主不敢来台湾导资 也不敢来我们既然导资 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是要怎么做更好 同生 我们还是反对 谁都不愿意 闲雾措施在我们家门口 但是 整个国家能源政策的荒诞不羁 造成这样的后果 然后变成我们北台湾 北东电厂需要 这更新改建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基隆市政府 也能够在于我们地方政府上面的 一个权益上面 不要任意的去附和这件事情 让所有的环境影响评估 环平来去通过 真正的让这些事情合法化 让大家没有话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